美國攔不住的華為 這真的是中國速度中國突破 這張梗圖可是有上央視的 各位放大一點來看 這張你會發現 奇怪這個是代言人嗎 手機代言人 沒錯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 現在呢意外的好不好 他成為了華為代言人 因為這個曝光的消息 所以網友就做了這個梗圖 華為Mate60系列 搖搖領先搖搖領先 非常的酸 把雷蒙多直接放在旁邊 老大波給我下一張圖 其實大家都在看 那雷蒙多他當時候呢 到這個中國去的時候呢 哎 華為呢 沒有這個官宣的說明會 直接就開賣 直接就秒殺 直接就衝出了 華為突破 我們來看一下 雷蒙多當時候還在講 我們還是會賣晶片給中國啦 只是不賣先進晶片 因為中國會用這些晶片 用在軍事上 我覺得先不用防軍事吧 先擔心一下 你們家自己家的蘋果吧 好 華為的總裁任正非說 華為是儲備人才 不儲備美元 最終儲備出自己的人才庫 所以呢 華為這一次 真的是讓大家 覺得 哎 這是一個 很前瞻的一個指標哎 蔡委員 華為現在已經成為中國的象征 是 尤其是 中國在美國的卡脖子的政策底下 第一個受害最慘重的就是華為 所以華為啦 要想辦法亡則歸來 那他至少目前發表了這個 Made60 9000S啊 這些一款麒麟9000S的手機啊 至少跨出了第一步 未來當然可能這個美國還會有一些 新的制裁措施啊 但是已經暴露出啊 美國這些高級政客根本就鬼話連篇 雷夢多 少說也是一個知識分子 他怎麼會講說 我們還是會賣晶片給中國 但不賣先進晶片 那因為這先進晶片 更在軍事上使用 我兩個問題就很離譜了 第一個 你怕這些先進晶片啊 被中國拿去裝在軍事上使用 那你幹嘛把iPhone手機 賣到中國去啊 iPhone手機裡面都是先進晶片啊 那中國如果 iPhone手機動不動 中國都賣幾千萬支啊 隨便拆個幾百支 幾萬支 都可以拿去做軍事武器用啊 所以你在講什麼 那第一個問題是 邏輯上說不通 第二個問題是 所謂先進晶片啊 不過就是那個高 那個什麼 那個10奈米以下的這些晶片 武器需要用到10奈米以下 10奈米以下是 很害怕日曬雨淋的 我不曉得哪一頭武器 這個一定要不能放在 房間裡面不能日曬雨淋 我搞不懂啊 第三個更有趣的理由 俄羅斯武器進不進步啊 很進步啊 俄羅斯其實用258的 268的奈米的啊 沒有一樣是用高奈米的啊 他有沒有東西打不準啊 而且那個是維修容易 而且散熱容易 不容易摔壞 其實用手機那種高奈米其實很容易壞的 噴到灰塵就會壞掉 進到水就會壞掉 蔡委員講的一點都沒錯 他們那些飛彈 還不是28奈米哦 它是在 280的 對 都是這種 因為它夠大顆嘛 它可以裝個晶片 不用小晶片 要耐摔耐用的啊 它不需要用到那種 對啊 所以這個是拿來騙 騙一些外行的 而且多功能的 問題是軍事武器 哪需要要照相啊 又要錄音樂啦 又要做看動畫 軍事武器有什麼需要嗎 所以我不曉得 雷夢多要不要找人幫他上上課啊 就是說你現在所謂的先進晶片 大體上都是用在這個 手機上用多 那有一部分是用在超級電腦上的 那是有啦 在武器上相對的 可能沒有你想像中那麼大 再來 現在華為被這樣打壓 不管是操作系統 要開始推鴻蒙的 然後 不管是那個衛星通訊系統 你看那黑黑的 那是衛星通訊系統 它現在有了天空一號啊 已經在天空中 裝了三個基地台啦 雖然稍微價錢 稍微說什麼60分鐘 200塊人民幣 可是問題在山上要求救的時候 有訊號中 比沒有訊號好啊 是 那你現在也逼它發展出 我本來以為說 它衛星通訊電話 是不是要拉一條線 打的時候拉一條線拉出來 不用啊 這個是很大的進步 能夠把衛星用的天線 你問大艦長就知道 衛星用的天線 軍隊用的都是 好大一根啦對不對 而且很粗 對啊 它能夠把它收在手機裡面 這是技術上很大的突破啊 所以 簡單講 美國在逼著華為進步 華為也很爭氣 真的是在發揮很大功能的進步 過去也都有很多包括蘋果 很多手機公司 都想要發展衛星電話 對 但是就擠不到一支手機裡面去 你如果有一支 那麼粗的天線的話 我看女孩子誰會買啊 對很多男生覺得很廢勢啊 那手機要多重啊 對啊 那變成很麻煩 所以到底它是怎麼去改善 那另外的就是說 因為 它的散熱問題 本來照道理來講 它那個散熱問題 是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太解決了 它用一個蠻大面積的散熱片 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個效果也蠻好的啊 所以 有逼迫就有什麼呀 有壓迫就有反彈 所以 而且 真的可喜可賀啦 那至於什麼 那個什麼蓋拉格啦 或者雷蒙多啦 還有其他的什麼蘇利文 放話說 那好 我再加碼 再來打壓華為 那大陸的國安部 也發出檢告說 可能它會有什麼 更這個 速殺的這個手段 show me show me 我想在這個台裡面很早就講啊 我說它打壓沒用嘛 對 因為 半導體是一門 什麼樣特殊的學問啊 就是說 學理大家都知道 那只是製造的技術啊 還有那個製造的那種精巧精密度 要不斷的去改善而已 如果你今天有一樣精密大家都不知道了 那中國大陸真的做不出來 可是沒有啊 你什麼 什麼光科技啊 中國大陸理論上每一個人都懂 一下子還做不出來那麼精密 那麼良率那麼高的 對 那你這個同樣的道理啊 時間問題 那個衛星通信的學理 大家都知道啊 那只是如何把它收在手機裡面 那這種公益的事情啊 這個中國的工程師是有兩把刷子 我不論台積電的工程師 真的會比大陸的工程師聰明多少啦 大陸的隨便人才一把抓 就是缺乏訓練而已啊 所以為什麼我們聊了兩個禮拜的華為 因為呢 這已經代表了直接打臉美國好不好 打臉雷蒙多 你這個美國啊 想要來圍堵中國 你這個科技大戰 晶片大戰呢 直接宣告失敗 好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一些消息哦 譬如說剛才補充一下 華為Mate60呢 它連接中國的天通一號衛星 離地3.6萬公里 3萬顆 3顆衛星 就可以覆蓋地球了 那因為它走的是這個北斗系統 所以很多人都說 你要防美國GPS竊聽 這支手機可能可以幫你解套哦 還有接下來呢 鴻蒙有沒有可能會有PC電腦版呢 還真有嗎 這是在網路上呢 這個帳號 深開鴻王城路 他回答有 回答網友的提問 那他是誰呢 他講的話算不算數呢 還真的有一個指標哦 他是深圳開鴻數字產業的發展CEO 王城路也算是鴻蒙之父 鴻蒙的領路人 他曾經在華為工作了24年 也是公司的元老 也是技術的骨幹 所以接下來呢 華為直接啊 總結就叫做是蓋拉格現在講的 美國怕了 美國真的現在拿華為沒辦法了 中國對華為跟中興所有的技術出口 我們通通都要禁止 但問題是 講是很快啦 但是禁得了嗎 如果可以禁止的話 華為今天就不會衝出這樣子的一個中國特色了 小街掌 我這裡也有一張雷蒙多的照片啊 照得很漂亮啊 而且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有沒有上那個那個修飾啊 對沒有修飾啊 對沒有修飾啊 對美姬啊 然後其實這是第一張照片 華為還翻了美姬啊 華為MAT60 Pro的第一張照片 預冤談天 這是他在記者會的時候 用華為手機拍攝的 1996年飛彈危機的時候 那個時候 因為美國關掉了GPS系統 然後他的導彈呢 雖然有命中到那個目標區 可是與他實際上要命中的那一點 有一點差距 所以解放軍開始努力的研發 所謂的那個北斗 那我們現在講的天通 剛剛一針講的天通是為了什麼呢 其實是2008年汶川地震 汶川地震的時候 那個時候實際上 根本就沒有辦法對外聯絡 直到31個小時之後 用了外國的那個 衛星通訊系統才有這個結果 那這個就是他們的國家 那個大陸的那個應急系統 他所講出來真正研發 天通一號的原因是什麼 這就是天通一號衛星 所以應該是救災通訊用 對 救災通訊用 他現在已經打了三枚了 那打了三枚 實際上現在開放的是 那個在大陸的全區 以及第一島鏈內 那也就是黃色的部分 可是他實際上 那個第二顆跟第三顆 都已經打到太空上面 那我們這樣講這個天 剛剛講說他為什麼三顆就夠了 因為他不是所謂的低軌道衛星 他不是那個我們常常講到 星鏈那種低軌道衛星 他不是他在同步軌道上面 同步軌道上面三顆 他其實就涵蓋全球 那他這樣 我們台灣想不出 有這麼樣的需求 可是你有去過槍塘無人區嗎 你有去過可可西里無人區嗎 百公里之內沒有人 那只有看路過的人可不可以 你真的爆胎了幹嘛 他看能不能救你一把 這個時候你拿出華為 MAT60 Pro 直接得救 你就可以打電話 打衛星電話求救 這個就是因為需求推動 因為2008年的汶川地震 原來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幫助入睡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是國家認證 AB克菲爾益生菌 含七種有身分證的專利活菌 能產生GABA 色胺酸等 助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也是台灣市場上 唯一添加克菲爾乳感菌M1的產品 這是由台灣知名的大學技轉 對技節敏感 調整體質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還有這隻還添加 被稱為超級食物的 羽衣甘藍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藍含有高量的 葉黃素 β胡蘿蔔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葉酸等豐富營養素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專利製成 無塑化劑 無重金屬 無人工添加物 無410項農藥 無香料調味劑 無防腐劑 無色素 七大保證 七大認證 覺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點購下單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快點購下單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法 大清潔 懷疑 沙發 έ嬌 葵